小豬 小豬你在做什么 难得看你这么安静 我在看书啦 看书少盖了 你是什么人 我还不认识你吗 我是什么人 告诉你 我现在可不是你认识的爱玩小豬 在学校阅读活动的推动下 批人在下可是人见人爱的爱书小豬 那么石流国小是如何推动阅读活动的呢 那有什么特别的吗 这样吧 那我就带你去找学校阅读活动的推手 林淑英校长 请校长为我们说明吧 大家好 我是石流国小校长林淑英 非常高兴呢 有机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我们在校园推动阅读的心得 大家都知道 阅读是开启孩子多元学习最有力的一把钥匙 这几年来在社会大众的重视之下 阅读活动在每一个校园如火如土的展开 而石流国小也不例外 多年来在所有师长的努力之下 我们在阅读活动的推展上面 也许没有很多绚丽花俏的做法 但是我们一直以非常落实的阅读活动推展 为孩子打下非常扎实的基础 而这份朴实的做法 也在校园的阅读活动当中生根茁壮 我们希望能够实现人人爱读书 大家有书读的愿景目标 十六国小的阅读推动相关的活动 在影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而其中呢有两个特色 我愿意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学校成立了巡回书箱的服务 利用校庆的募款捐书 我们一共募集了七十箱的箱书 而这些箱书巡回在全校一到六年级的班级当中 每一箱有三十五本书 可以达到亲师共读的师生一起共读的目标 那这对学生阅读的推动呢 可以打下非常扎实的基础 其次呢我们在学校这几年来 大力推动一化绘本 由于校园一化设备的全面充实 再加上绘本是儿童最喜欢的一项儿童读物 所以我们把两者结合起来 利用一化的声光效果 结合孩子最爱的绘本 在校园推动一化绘本 希望这项活在十六国小所有师长的努力之下 也能够成长茁壮开花结果 阅读物的推动就像灌溉种子一样 不一定每一颗种子都能长成大树 但是我们相信只要勤于灌溉细心关怀 每一颗种子都有发芽的机会 我们也希望阅读的活动能在每一个校园 生根成长茁壮 谢谢大家 资勒校长的说明后 我大致了解学校是如何推动阅读活动的努力了 但对于具体的做法我还不太明白耶 好吧 就让我实际带您看看学校的阅读活动 首先带您到图书室瞧瞧 哇 好多小朋友都在安静的看书哦 没错吧 小朋友不仅能安静的看书 也都能遵守图书室规定 不影响其他人阅读 并且爱护书籍 真正享受阅读的乐趣啊 看大家这么享受阅读的乐趣 我也好想加入他们哦 告诉你哦 十六国小的图书室使用 还排入正式的班级课程哦 各班小朋友两周 至少会有一节课的图书室看书时间哦 哇 真羡慕 这里的小朋友真幸福 对了 前面做了一群小朋友在做什么呀 哦 那是故事妈妈在说故事给小朋友听啦 学校每周三前逛时间 都有排定班级到图书室听故事哦 故事好听又有寓意 小朋友最喜欢听故事了 对呀 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妈妈抱着我说故事 真是怀念啊 除了图书室的故事妈妈以外 有些班级也有班上的故事妈妈 不辞辛劳为小朋友说好听的故事 大家都很喜欢听故事呢 吃个妹子让你看看 志工妈妈 不误的精神还真值得敬佩 来 来 我再带你到各班看看 各班的阅读活动也都很有趣哦 怎么说 介绍听听呗 例如 在每周三的晨光阅读时间 有的班级进行循徽书香的阅读 有的进行医化的绘本阅读教学 有的阅读经典的 内容可丰富了 内容真是丰富 真是料多味美又实在 啊 小猪 你刚刚说推动 阅读书香是什么一回事呢 阅读书香就是我们学校 争取民间社区的善心人士 再加上学校老师的热情捐赠 购买了许许多多的班级阅读书籍 每一个书香里放着相同的一本书 35本 以寻回各班方式 增进大家的书籍使用率 据我所知 学校共募集了 70多箱的共读书籍呢 哇塞 70多箱 真是多啊 对了 刚刚说 一化绘本阅读教学又是什么呢 听起来好酷哦 您问到重点了 这可是别家没有的特色活动哦 我们学校推动阅读活动以来 一直在绘本阅读这一区块很用心 老师也持续不断地进行 绘本阅读教学的研习 更实际运用在教学上 最近更结合电子一化设备 进行声光效果加 学生学习效果好的阅读多媒体教学 其中老师经常带我们上文件会的绘本花园 听故事还能玩游戏 我真是爱死了 真是好棒哦 这样小朋友一定会更爱阅读活动的 啊呀 十六国小的阅读相关活动可不止这些而已哦 真的假的还有其他的活动 那是当然的 除了刚刚向您介绍的活动外 也有班级成立阅读社团 进行完整有系统的阅读学习方式呢 而每周二三五的午餐时间 学校也安排了故事朗读 门南语俗演 英语朗读等广播媒体活动 同学们一边用餐 一边还可以听到好听的故事你 偷偷告诉你 我也是小小广播员哦 刚是真的 你进化成奉赏小猪了 什么奉赏小猪 不跟你开玩笑了 来来 我再带你去看看学校的阅读情境布置 阅读情境布置 阅读还要注意情境吗 那可不 十六国小为了让小朋友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阅读情境的营造也是不予一利的 真的吗 说来参考参考吧 实在是太多了 我就简单的列举一二八 例如 中廊的布告栏 随时有最新的资讯彰贴 提供我们一些趣闻新知 二楼中廊的阅读区 让我们可以悠闲的坐在沙发椅上阅读 图书室的书籍借阅也电脑化 并有志工妈妈为大家服务 随时将书籍整理完善 另外 各班老师也与班上同学一起布置阅读缴 班级图书柜等 真是不胜美举啊 真没想到石榴国小的阅读推广活动这么多样与用心啊 对啊 学校对于阅读活动的推广真的很用心哦 据我了解 学校每学期还会针对阅读活动实施的成效 加以检讨与修改计划 期许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了 嗯这样的话阅读活动就应该更能符合学生的需求哦 是啊 校长与所有老师的用心 我们可要好好珍惜哦 谢谢校长 主任老师的用心 我们会多看书养成阅读好习惯 小猪 听了你对石榴国小阅读活动的介绍后 我也好想要来看书哦 你是爱书小猪 那我可要成为爱书小珍珍咯 少耳心了 一起去看书吧 好吧 雅珍 小猪 下台一举高